大家好,我是Ritch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来分享一个关于打亚马逊站内广告PPC的一个小技巧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利用这个技巧你可以降低你的ACOS 然后同时增加你的广告表现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在你打广告之前 你要知道有一个数据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开始做亚马逊了 开始做站内广告之后 你就知道这个数据指标是什么意思 就是ACOS ACOS就是你的广告的花费 占你这个产品的通过广告销售的销售额的一个占比 那我们在我们利用这个小技巧之前 我们要知道我们适合的 我们最适宜的一个ACOS的一个数值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数值是什么 那ACOS它这个数值在我们产品上架的不同阶段 它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这个产品在充排名的阶段 在新品上架的阶段 那当然你的ACOS会稍微高一点 你的广告打法会更加激进一点 那是你的ACOS稍微高一点 是稍微广告组稍微亏钱一点 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的产品已经进入一个稳定的销售 你进行赚钱的一个情况下 你的ACOS的一个理想数值 你的一个目标应该是和你的利润率相当 和你的利润率一样 计算一下你的利润率 然后看一下你的ACOS多少 如果相当一样的话 那这个ACOS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ACOS 当然要通过优化之后 那这边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说 如果你的ACOS大于你的利润率 那你这个广告就是一个亏钱的一个广告 你通过这个广告出的越多 你亏的越多 那如果你的ACOS是小于你的利润率的 那你这个广告是赚钱的 但实际上你是不够激进的 你如果更加激进 让你的ACOS数值等于你的利润率 或者相近于你的利润率的话 这时候你的广告的表现才是最好的 通过更加激进的广告打法 你自然排名的产品的自然排名 也会是更加的好 所以我们的目标ACOS的数值 应该等于你产品的利润率 OK那第二步 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 广告的一个展现形式 广告有三种展现形式 比如说你搜一个你产品的关键词 我们来看一下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搜一个 我随便举个例子 wine bag 装红酒的一个袋子 就能看到它的展现形式 第一种是最上面的四个广告位 你看到sponsored 最上面的广告位 那首页顶部的一个广告位 然后其次你往下拉 然后是下端的广 中部的或者中部以下的这些广告位 sponsored 这是第二种广告位 然后还有广告位 就比如说我们点进一个产品之后 我们看到和在这个产品页面上的一个广告位 这是第三种广告位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products relate to this item sponsored 在这里的广告位 有三种广告位的表现形式 那最简单的调低ACOS的关键词 ACOS的一个办法 就是说降低关键词的一个竞价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广告位上 关键词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有的ACOS会很高 有的ACOS会比较低 有的ACOS会正好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调低广告词的竞价的话 它有一些表现好的广告位 我们也把它降低了 这我们是不想做的 所以说我们要 今天这个技巧就是我们要怎样 把三个不同的广告位 怎样分开来调整 通过我们达到那些保留这些 比如说它的广告位 关键词竞价ACOS很好 我们不想要降低它的一个关键词竞价 一来到一个广告的页面 首先到你的一个广告 然后到你的广告位 具体的广告活动 到你的广告位 然后你就能看到 它有三个不同的广告位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三个例子 顶部的一个首页 商品的一个页面 还有其余的一个位置 我们能看到它的 它这里有展示各种的一个数据 它的一个ACOS的各个形式是不一样的 在不同的广告位 它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的利润率是25% 那这个31%就是已经超了 它这个广告组 它在商品页面上的广告位是亏钱的 那其它是赚钱的 我们要降低它的一个 广告位上ACOS的数据 但是其它的是保持不变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如果这里它的竞价调整 是只能增加的 其余页面 其余位置 这里是调整不了的 那在竞价调整来说 只能是增加的 比如说 我们这边要增加一个20% 那它就会举个例子 比如说它是一美金 我们原来这个关键词的一个竞价是一美金 那我们增加20% 它就会变成1.2美金 比如说 我们要保持这个 它的一个广告位的竞价保持不变 但是我们要降低这个广告位的竞价 那这个关键词 我们来做个例子 它是一美金 我们在这个关键词上的竞价是一美金 我们只要在这边增加一个20% 增加一个20% 那它就会变成 1.2美金 就会变成1.2美金 同时我们再回去广告组里面 把这个特定关键词的一个竞价 从1变成0.8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是降低了 这个商品页面的 广告位的一个竞价 但是我们保持这个广告位 顶部广告位的竞价 是保持不变的 所以刚才这个例子的话 你就可以让表现好的广告位增加 在广告位上增加20% 在你调节具体关键词的竞价之前增加20% 它就会保持在一美金 然后其他的表现不好的广告位 它就会减少 你把整个关键词调节 它就减少到0.8美金 这样子你就能保持表现好的广告位 继续表现好 表现不好的广告位 降低它的竞价 同时它能降低它的A cost 比如说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动作 在你具体调节关键词竞价之前 去广告位上进行百分比的调节 让好的广告位 表现好的关键词 继续表现好 不好的广告位 降低它的A cost OK 那快点把这个技巧在你的广告里面使用起来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帮我喜欢这个视频 关注下我频道 接下来推出更多的亚马逊FBA跨境电商内容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